哈囉大家好,我是梅樂 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要來跟大家分享台北的六間單車咖啡店 那這六家咖啡店呢 是在台北的東西南北區 那有幾家是我們有去過 那有幾家也是我們第一次去 那我們就一起去看看吧 那我們第一間來到這一間在萬華區的市場裡面的 一間單車咖啡店叫做TOKYO BIKE 它的外觀非常的特別 就是一個古老的建築 然後它外面還有放了幾台復古的腳踏車 然後它這間頭秋白吧 它這邊的餐點有一些咖啡啊 還有一些茶啊 跟奶茶 牛奶之類的 然後它後面有一些餐點 簡單的餐點 像是吐司 漢堡 這種的 然後阿旦點是這個 要是甜點的話 這裡有冰淇淋 然後它這間主要是展示城市單車 跟周邊的商品 然後它這裡的單車都很可愛 那在等我們的餐點的時候 我們先去試騎看看 正常的話 側面高速在腰的位置 平常常騎腳踏車嗎 腰 變速器在右邊 它是前後撥的 它這邊還有這個TOKYO BIKE的腳踏車可以試騎 試騎的範圍就是在這個廣場 我來試騎一下 然後在它的廣場旁邊還有一個單車生活研究室 我們來看看 只有在賣TOS 哇 它是用皮革耶 會有吃感喔 然後那裡才賣小狐狸的包包 這個腳踏車概念它叫TOKYO WISE 它就是用東京這個區域地方來列明 那它主要只做城市車 它城市車就是你一般通勤休閒運動 輕度的運動都很適合 那它的品牌裡面就是說 譬如說你在東京騎腳踏車的時候 你可以很輕鬆 就不要只是很快的把它騎 騎過去你的目的地這樣子 所以它會有一個SLOGA叫TOKYO SLO 它希望它可以慢慢騎 然後看一下你周遭的風景 然後東京跟台北也很像 很多小巷子 所以你會走走停停 然後你有時候可以走不同的巷子 去找不一樣的店家 不一樣的風景這樣子 好 那我們點了咖啡 還有我點了桂花飲料 然後他們點了茶 然後它這邊在旁邊還可以買腳踏車 可以訂購他們TOKYO BIKE的腳踏車 那我覺得那邊超棒的 每一個東西都好漂亮 一台腳踏車差不多3萬以內有找 而且它的車架是可以選自己的顏色 它就是比較適合在城市裡面 騎行到鄉隆街的那種腳踏車 覺得蠻棒的就是以腳踏車代步的感覺 好 那下一間我們來到這間Feed Zone咖啡 它就是在台北南區的一間單車咖啡店 然後也是在木大動物園的旁邊 那這間咖啡廳呢 它附近也有非常多條路線 像是貓空啊 猴山月啊 阿柔羊啊 要騎去海倫咖啡啊 平溪啊 浮龍啊 也是走這邊 對 這間附近也有非常多條路線 然後我們夜很常 這些路線騎完之後呢 來這邊吃東西休息一下 然後它這個旁邊也有很大的一個區域 可以聽講它什麼 好 想我們來看一下它這邊的菜單有什麼 它這邊就有一些什麼蔥咖啡啊 還有那種特調的咖啡 很特別 它這邊有健康能量 我喜歡這一個 燕麥可粉能量 還有甜菜根 因為它真的味道很好 比較清爽 然後它這邊的餐點啊 也都是用非常健康的食材做的 像是飯啊 它也都會用米麥飯啊 然後像是雞胸肉啊 或者是鮭魚丸 這個我們也很喜歡 然後它最近新推出的這個早餐盤啊 那我也很喜歡 它這個培根啊 還可以換成鯨胸肉 但也可以客製化成超蛋 或者是糖心蛋 好 那我們在等餐點的同時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邊有賣哪一些東西吧 它這邊是TRACK的京郊商 所以它就會有賣很多TRACK的單車 然後有公路車 有登山車 然後還有小朋友的車 也都有 然後公路車有很多不同的等級的 然後在這邊也可以 有擺了幾台可以讓大家試騎 那這邊還有提供腳踏車的維修保養 這樣子 配件跟人生物品的部分 上面也有很多的品牌在這邊做販售 像這個POC的安全帽啊 風鏡啊 襪子啊 衣服等等都在另外 然後當然還有他們TRACK的形狀 那除了POC跟TRACK 跟Pontrager的商品之外 它這裡還有代理一些品牌 像是Isado這個品牌 這牌子的車衣 車褲跟襪子 小帽 這個我們也有買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也蠻好看的 然後它這邊還有麵包的車衣跟車褲 要小心喔 一不小心來喝喝咖啡 就會買東西回去 然後它這邊還有一些風鏡 襪子啊 還有一些自行車是相關用品 然後我們點了一個燕麥燒餅 然後我們點了一個燕麥燒餅 跟雞胸肉的早餐主殼 它這個燒餅不是用一般麵粉 它是用燕麥做的 然後我們還點了這個鮭魚飯 鮭魚飯真的很豐盛耶 我們幾乎每一次都會點 然後它這個糖心蛋 這鮭魚飯有一整個鮭魚排 跟花椰菜 糖心蛋泡汁 然後還有沙拉 然後它下面的飯就是鮭魚麥飯 然後我們今天點的飲料是喝奶茶 然後他剛剛點的是鳳梨冰雷飾 有時候我們騎打車完之後 來這邊坐坐的之後 就會點氣泡飲或者是能量飲料 在這個咖啡店也很常遇到車友 然後都可以討論一些路線啊 或者是聊一些騎車相關的東西 很有趣 討論裝備是不是 對 看著看著就可以找隔壁買東西 好那下一間我們來到在大稻埕 森林下夜市附近的這一間很可愛的一間咖啡店 然後它這裡面也是有買很多單車相關的商品 然後它這一間是沒有 裡面沒有位置的 是外帶的咖啡為主 然後這一間我在IG上已經follow它很久了 忘了拿鐵 我要去賣拿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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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間店呢 它就是有賣一些單車的東西啊 然後單車的商品啊 像安全帽啊 車衣、車褲啊 還有一些休閒類的東西 然後它這邊就是有一個咖啡的吧檯 然後它這邊的車衣呢 有一個EC的車衣 然後車子的話就是有Daren的車 跟自己做的手工車 那我們現在去樓下面 這裡是有 會有一個置點的機器在這邊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就真的 很酷欸 因為它剛剛不是說它會有一些 改裝舊的腳踏車變成一個 新的時尚的腳踏車 就是在這邊坐 好那下一間我們來到在石建大學這邊的A2H 那這一間呢也是離封貴嘴啊 陽明山那邊的路線很近 主要就是一樓是賣咖啡啊 餐點 然後二樓是賣BESB的腳踏車 然後在這邊的用餐啊 有一個人10%的服務費 然後每個人的底下是一杯飲料 或者是主餐一份 然後它這裡的主食有咖哩燉飯啊 還有燉牛肉 還有這種沙拉盤 然後有烤魚啊 雞肉啊 然後跟素食這樣 盛起來也很好吃欸 還有披薩 然後你看它這裡還有這種甜點 所以看起來就蠻厲害的 還有咖啡 飲品 蔬果汁 它這裡也有 然後它這裡還有啤酒 它這個A2H的店名是有意思的 就是Amazing A2H 2H就是表示Happiness and Healthy 好那在等餐點的時候 我們去樓上看一下 這是很漂亮的 這間是一個複合式的空間 它這裡還有提供常理出租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小廚房 而且它這裡帶你一個派的輪組欸 如果說是Basley跟Bertani 都是我們自家的電腦社群 我們是專門在做電動服務自行社群 如果說你現在有看到的 其實就是現在就是在台 最比較流行的地方 這早期是在歐美面比較流行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就是 亞洲的市場最先是路邊 然後在座阿滴台灣啊 走得到遠 那在參觀完頭的樓上之後啊 我們的餐點也來了 我們點了一個爪哇咖哩 跟一個舒肥雞胸肉沙拉 它這個香蕉很有味道 很不錯欸 我喜歡 有一點微微辣辣的 等下剛才那個人說這個是他們的招牌 對 然後我來吃吃看這個牛肉 牛肉也蠻軟的 牛肉也蠻軟的 牛肉 然後這邊 陽明山這一區非常有名的一間咖啡店 像是在週末啊 都會有很多的車友距離在這邊 然後就從這邊開始出發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這邊的餐點呢就是 有咖啡啊 還有飲品 有一組 然後這個牛奶 咖啡都是有配搭配鹽奶奶 然後這裡有一些奶茶 或者是飲品 啤酒也有欸 也有的 然後還有五酒精 還有蟹 這裡還有一些像三明治啊 或者是主食類的產品 然後我們之前就有吃過三明治 我記得我是吃牛肉三明治 還有南明星吃三明治 我覺得都很好吃 我如果想要看起腳踏車的南明星的話 來這裡找就對了 對 因為這裡週末都會有滿意的 對 我們上次看過誰 修傑凱 楊佑妮 對 成哥 真的很帥 哈哈哈哈 那外面好像是好的 那我們今天呢 一個墨西哥牛肉三明治 然後還有一杯飄浮大鐵 然後還有一個牛腱麵 我記得這個牛腱拌麵蠻好奇的 而且味道也很夠 然後麵也蠻贅的 然後肉片還有五六片 然後這個一分是兩分 夢點的這個墨西哥牛肉三明治 我覺得它的料算是蠻豐富的 裡面有牛肉 牛排肉 然後有生菜 然後有墨西哥辣椒 還不錯 吃起來味道不錯 我覺得這咖啡很可愛 因為它上面還有一球冰淇淋 那個是我家價點上去的好嗎 我知道你想要喝什麼 好那最後我們來到這一間在東區大家都很熟悉的Rafa咖啡 然後它這裡面就是有賣一些Rafa的衣服啊 然後它外面這裡有一間它自己的咖啡廳 然後它這個咖啡還有咖啡之外 它還有一些甜點點心 像Skora肉桂券 那如果有知道其他的單車咖啡廳啊 或者是有喜歡的 都可以留言在下面讓我們知道喔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我喜歡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那麼等一下 我imm稍有一個零件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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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